皇阿玛 自相见公主入宫 边地各部首领轮番入境 示好我大清 且各部人心安稳 大兴屯田 百姓情于耕种 安居乐业 皇阿玛 皇阿玛 你接着说 回皇阿玛 儿臣说完了 说完就好 这边地乃是韩氏的故乡 尤其是韩部 务必尽心尽力 不得有事 儿臣明白 皇阿玛 成前宫之事儿臣也有听闻 儿臣想 你说 相见公主入宫 本是其父要求 她为韩起之死 伤心怨恨 却又不得不在乎孝道 若是有韩提守信一封 告诉她 安心留在宫中 念她也不敢违背 好 好 立刻派人去办 是 皇上频频进出成前宫 碰了一鼻子的货也不在乎 六宫嫔妃们 暗地里对成前宫抱怨的抱怨 诅咒的诅咒 但当着皇上的面 她们都一声不吭 乖绝顺势 太后都管不了 庞仑还能如何 原想着皇上是一时兴起 可谁知过了这些时日了 皇上对韩世还是如此惊慌 我真真是搞不明白了 皇上手握天下 皇上手握天下 什么样的女人 不巴巴自己送上门来 如今遇到一个野性难训的 不免被勾起了征服之心 不到手是不罢休 这就是求之不得才辗转反侧罢了 我看皇上对韩世不顾一切 怕是什么过头的事他都做得出来的 是啊 皇上如今是圣氏天子 做什么都没有顾忌了 皇上又去承贤宫了 怎么了 没什么 奴才就是觉得 韩主老是给您碰鼻子灰 您也没必要这么上心啊 宫里多的是的主子等着您宠幸 你懂什么 朕从来没有求之不得过 猜他喜欢什么 朕很开心 臣妾请皇上安 你怎么来了 皇上可是要去承贤宫 你也来啰嗦啊 皇上 臣妾是担心韩世特意见来的 韩世刚入宫中未免不习惯 所以才心情烦闷举止失措 臣妾想着 若是在饮食上有韩布的厨子 给他做些家乡的食物 或者让他的族人就近照顾侍风 也可解闷啊 令主这些主意真是不错 是不错 朕之前怎没想到呢 除此之外还有些什么 若不然就让韩布再进进些歌舞 总比整日闲待着好啊 好 好 李悦啊 都记下了吧 记下了 即刻去办 喳 皇上还有事 臣妾就先告退了 令平啊 还是你贴心啊 起驾 你贴心啊 怎么啊 皇上又没翻牌子啊 自从承贤宫住了人 皇上连牌子都不翻了 皇上连牌子都不翻了 这都多少日子了 这静止房简直不用当差了 你都怨 后宫的主人们岂不是更怨 这叫什么事啊 去吧 Robot 什么事啊 老师 我已选择 我来 竹子 竹儿 出去 竹儿 皇上又派人送了东西来 您且瞧一瞧吧 我什么都不要 都拿出去 公主 阿丽鼓励 你们两个怎么会在这儿 大清皇上派人接我们进宫 来伺候公主 说公主一人在这宫中孤单 生活不习惯 公主 我们终于见到您了 我已经被困在这里了 你们为何还要来 我们就要和公主在一起 嗯 竹儿 皇上把寒布的厨子也请来了 每日在这承前宫 为您做家乡饭菜 见您的思乡之仇 您瞧皇上对您多好呀 公主 我听说 您在这儿连吃都吃不惯 这怎么行呢 这些都是咱们家乡的饭菜 您尝一尝吧 您向您找出任 zad 您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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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保育 您保育 不然 您保育 嗯 太减速了 告诉他们苗巾刺绣 还有客丝珠串 都要更精致些 这儿 程前宫如何了 回皇上 奴才听说 这次送去的韩布食物 相见公主都用了 两名韩布的势币 公主也都留下了 果真 是 看来令萍说得没错 想必这服饰做好了 相见会高兴的 自然 神灵啊 求你保佑 保佑韩琪死后得以安宁 保佑我韩布族人 康剑平安 保佑我早日离开这里 相见 你穿了那么久的肃白衣室 还是换上真为你准备的 韩布衣裙吗 朕知道你放心不下韩布 你不是在你阿爹的信里面 看到了吗 自从你入宫之后 鞭笛安乐 韩布兴旺 朕会带你的族人更好的 朕已经派人 巡回韩琪的尸身了 已经带回韩布后葬了 朕说的是真的 朕呢 希望韩琪后葬之后 能够安息 你在宫里面 能够安心 朕可以走了 你可以走了 相见 朕已经投你所好了 只愿你高兴 我只要在这一日 我就没法高兴 朕知道 朕知道 朕知道这宫中规矩多 让你有束缚感 没关系 朕再为你造一间殿宇 让你居住 可好 那好吧 朕改日再来看你 你好好的 朕改日再来看你 恭喜皇上 贺喜皇上 什么可喜的 皇上 永寿宫来报 令萍娘娘预行 已经有三个月了 起轿 皇上 您不去永寿宫瞧瞧 百驾慈宁宫 令萍又不是 头一回生养了 让她好好养着就行了 对了 李悦 韩布的歌舞 安排好了没有 安排好了 就即刻入宫 让韩氏解慢 这几日就安排好 请皇上放心 甚好 如今啊 皇上连皇嗣都不放在心上了 也是 本宫的孩子啊 都送去寿康公太妃那儿 皇上哪里当回事 您呀 也别气馁 能生孩子就能得宠 等到哪日皇后失宠了 您的地位稳固了 孩子要想回到身边 还不轻而易举吗 这些年 要不是你劝本宫 当日在慎刑司 本宫就熬不住了 这不都过去了吗 您哪 得宽心 看皇上如今这个样子 日日不翻牌子 旁人怕是想 玉玺都不能呢 这有什么用啊 这皇上最宠爱的 已经是韩氏了 皇上管皇上的 您管您的 奴才就不行 那个韩氏能得宠一辈子 再这么耗下去 迟早有太后和皇亲们 看不下去的那一天 出手料理了的 您哪 只管安安心心的 让腹中的龙胎落地吧